我是總統蔡宜文 首先我要歡迎各位一起參與 邦逸同情 合作永續的出訪任務 未來幾天 在斯瓦地利的行程會很緊湊 而我們的目標很清楚 就是要持續深化 兩國之間的合作交流 這趟四天的行程 我們設下了兩個目標 一個是鴻慶兩國邦誼 第二個是促進永續合作 這是機場合作 目前在專機的作冊 有四架F-16戰機慢慢接近中國 中華民部空軍整部中中央出國 並向三軍同在致敬 外交工作是一步一步的累積 台灣走向世界的腳步 不但不會停下來 我們會更堅定 寫自信的計時往前走 讓世界看見 台灣穩健良善的力量 讓我們更有任性 透過這次出訪 我們再次向世界展現 即使台灣面臨艱難的國際處境 但是我們依然選擇 腳踏實地的跟各國交朋友 用真誠和堅定做外交 台灣的挑戰很多 讓我們越挫越勇 反而是讓我們更有任性 也越來越勇敢 而這份勇敢是因為有來自好朋友的支持 我要再次感謝斯瓦丁尼王國 長期支持台灣的國際參與 為台灣發聲 台灣有能力也願意 為世界做出更多的貢獻 未來我們會更團結 也會更勇敢 在全球關注的議題上 扮演更積極的角色 跟所有的國際夥伴共同促進 我們區域以及全球的繁榮發展